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雅雷被國會不信任動議 國會以15票贊成,32票反對,2票棄權,否決了不信任動議 索加雅雷發言90分鐘,一度激動到戳著張椅 強調自己沒有做錯,不會屈服於邪惡勢力和台灣代理人 受到霍尼·阿拉上個月底爆發連日反政府示威 反對派發起今次動議,指控索加雅雷政府說謊 把持公共機構謀取私利,利用中國資金亂展權位 一類投票結果再激起新一波示威,商鋪繼續停業 來自澳洲、新西蘭等部隊仍然在當地維持治安